最近呢就下水了一艘 他們認為是國家日不落國 有史以來最大艘的航空母艦 就是伊莉莎白女王號 這邊就一定要好好的來 認識一下這艘航空母艦 到底有什麼了不起 是不是下了水 馬上就可以上路呢 蕭煥哥 其實我個人在2005年的時候 去英國採訪那個 就是特拉法加海戰 200週年的時候 其實感觸就發現 英國這個日不落國 當時世界上第一大海軍 其實真的是蠻這個 怎麼講 感覺有落葉秋風噪的感覺 就走走 退步就對了 對 為什麼呢 因為那一年在英國 在舉辦特拉法加200週年的時候 那時候特拉法加是誰跟誰打 英國跟那個西班牙無敵艦隊 還有法國海軍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法國海軍 在那個特拉法加 被這個英國的納爾遜 打了一塌糊塗 從此在海上沒有辦法爭霸 那個其實也埋下了 就是未來之後那幾年 然後1812年 整個拿破崙在歐陸 失敗的這個種子 為什麼 因為你在海上無法突破 你的那個陸權國家 在從人類歷史上到今年 你可以看到 沒有一個陸權國家 能夠突破海權國家 在海上對它的包圍 所以那個時候 在那個我那次採訪的時候 感觸很深啊 當時在特拉法加200週年紀念會上 其實顯現出實力 最大的來訪的外國 你知道是誰嗎 是誰 法國海軍 是法國人 對 法國海軍帶了他的那個 SHATU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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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母艦 戴高樂 當時是全歐洲 最大的航空母艦 也就是200年前 然後打輸你200年後之後 再來幹一架的話 我法國人不見得會輸 那現在這樣子 有稍微提升日不落國的榮光了嗎 稍微上去了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啊 還不夠啊 為什麼 因為你看法國的那個 戴高樂號跟這艘伊麗莎白女王 相比 沒錯 伊麗莎白女王 它的大小比戴高樂號還要大 然後但是咧 它的那個起飛的飛機 還是以這種就是 那個短距離起飛的F35C 為它目前最大的這個目標 當然整艘船 它希望能夠帶大概 40多架這個F35C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英國它當初在決定要 建造伊麗莎白女王號 航空母艦的時候 這個航空母艦有280幾公尺 這是英國有史以來 造到現在6萬多噸 接近300公尺最大的航空母艦 而且你看它那個 整個船的設計 也非常吸引跟獨特 為了要讓它能夠 有比較好的逆蹤效果 你可以看到它的前後艦島 基本上來說都是採取逆蹤的設計 然後上面配備 就是英國最先進的這個 幾乎可以說是英國版的 這個神盾系統在上面 你可以看到上面那個雷達 然後另外它可以用F35C 你看F35B 從這邊短距離的起飛 它不用再彈射 其實它整個建造的過程中 有在爭論 它是要採取像美國的航空母艦 是採用那個彈射器的彈射呢 還是繼續採用這種 短距離起飛的這個方式 而且以美國跟英國的這個關係 基本上來講 美國它可以賣F35B給英國 也可以賣航空母艦的版本 也就是用彈射器起飛 然後用捕捉勾降落 F35C給英國 基本上來講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可以看說 英國它其實在F35B跟F35C之間 它其實有很大的選擇度 但是最後它還是選了F35B 其實相對來講 就是說 F35B的飛機 在整個運用的彈性上來講 我個人認為會比F35C要小 而且有了彈射器的話 你這個船你就可以彈射像 比如說預警機 對不對 空中加油機 它通通都可以解決嘛 但是你從這個滑跳式的起飛來講 就不行啊 畢竟還是有受限的 先請大家稍後拚